从小害怕毛毛虫的谢昆农 成年后接触过业务一品店 无奈遇上了金融风暴生意惨淡 于是他决定转换跑道改贩售含糖饮料 但突如其来的校园进含糖饮料政策 使得他不得不黯然收场 50岁的他为了负担家计与儿女学费 决定回家接手爸妈打拼了大半辈子的芝麻田 但是五分大的田地很难撑起整个家 为了将这块田地的效益发挥到最大 夫妻俩从做芝麻糖开始 逐步尝试研发芝麻相关产品 最终有了自己的品牌 让更多人能品尝到台湾芝麻的浓郁香气 竟能认同这块土地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我小时候就对农业就比较 因为怕猫猫虫嘛 非常的怕 然后小时候看到田里看到一只猫猫虫 我就跑回家 起鸡笔鱼 然后整天才要跳一跳 看有没有妈妈从山上就在山上就要给它躲下来 然后我就拒绝去田里 所以最后 最后要回来乌龙 就是要克服这个田里的障碍 心理障碍 我之前民国77年我是在做礼品一品的批发 那时候的景气非常的好 做了三年遇到金融大风暴 然后股票12点得到不到3000点 然后就绝世营业 然后在有一次的机会里 我们就在 配合盘一家那个 泡沫红塔店来经营 做了九年到遇到金融大风暴 就是雷曼兄弟那个大风暴 还有教育部的友堂饮料退入校园 然后我们的生意就一落千张 我大概五十岁了 如果我能够做的工作 只有保钱或是一些雜工那一类 那我再来说不然建议我们回家乌龙 但是回家乌龙我们只有五分地 如果五分地你用传统的龙根这一块 要养家活口是很困难 所以我太太说 那我们就来 我们本身我们收成芝麻 都有做麻油来贩售 麻油来贩售的话 我们是来加一些 因为台湾西港都现在都 很多人在加工这个芝麻糖来贩售 那我们就是后来际上 我们说 我们来做芝麻糖 加工品这样来 来贩售可以增加我们的收入 那最主要是我们是在讲求 它的那个口感 台湾的芝麻跟进口芝麻 这差别在哪边 进口芝麻它就是 比较没有那个香气 香气不够的话 我们要用台湾芝麻 要呈现它的香气出来 这是我们 我们的台湾芝麻的优点 一个小龙的品牌 我们的品牌在建立 就本来就是一步脚印 就是要很艰辛的在建立 但是唯一你一定要坚持 不能随便乱加任何的不该加的东西 我们要真材私料 其实人家说 阿能咬肉也有胖啦 有时候你加了不应该加的东西 你的利润多了一点 但是有一天 还是会被 如果被这个芝麻出来的话 你的品牌 你所建立以前建立的品牌 一夕之间就垮了 以小龙来讲 只是我们要对社会一种责任 跟回馈啦 因为台湾的那个食品 这个加工真的很厉害 然后香精那摄氏再添加的气势 都越来越高 然后小孩吃到不间的东西 已经混淆了 真的东西已经荡漫了 但是都接受人工的那个东西 慢慢我们就是让它倒震回来 我们真正的食材 真正的营养 真正的那个口味在哪里 然后慢慢来 让它认识 農民的辛苦 能认识这个土地 没有下来 自己看看 什么不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